说完了对吧 然后说 浮动会造成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吧 撑不开副容器的这个高度呢 底下这个元素就要钻进去 是吧 这是咱们说的啊 说这个隔壁老黄呢就会顶上去 那么 咱们说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吧 大家第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给它加这个高度 是不是 然后呢大家想啊 经过咱们在最后呢 又给大家说的这个例子 是吧 这些这些列表 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浮动的这种特性去做 对吧 并且一个UL就能做好了 其实咱们这种这种操作呢 怎么说 就是咱们这个列表项是不固定多少的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多也可以少 是吧 就是这个上下是可伸缩的 那么大家想 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 咱们给负元素设置高度 那不就做减自负了吗 把自己固定起来 然后呢元素是不是要超出去了 又要 是吧 这个时候咱们说给负元素设置高度呢 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所以咱们不推荐 是吧 所以咱们不推荐 是咱们这个啊 所以咱们不推荐它 设高度是不推荐的 那当然咱们就可以 咱们就说把这个高度给取消了 是吧 取消了 取消了呢 又看不见负元素 是不是啊 所以咱们说 那你超出去吧 超出去 咱们不也能有这个办法解决它吗 overblue可以吧 咱不想嗨灯的话 咱可以凹吐吧 是不是啊 可以吧 那大家看 咱们比如说再多来几个 可不可以啊 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overblue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咱们说的第二种方案 是不是啊 overblue 那么overblue呢 咱们以前是不是给大家稍微说了一下 它东西 它这个好像功能还挺强大 是不是啊 为什么overblue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咱们那天说的 overblue可以创建一个BFC 这个什么是BFC 咱那天说了 会计格式化上下文 是吧 其实就是说按照这个元素 按照咱们元素的这个盒子模型 这种标准流来布局 盒子模型来布局 是吧 然后我说BFC是一个独立的布局 布局环境 其中的元素布局是 不受外界的影响 也就是说咱们呢 又是隔绝内外了 又是隔绝内外了 这个时候呢 咱把它隔离起来是可以的 其实大家看 之所以底下这个能顶上去 是不是又是内部和外部产生这个冲突了呀 所以咱们呢 就干脆怎么办呢 把这个空间给它封闭起来 里边和外边呢 取不得互相没有联系 这个时候就把它解决掉了 能理解了吗 能不能理解 理解不了是不是 理解不了的话呢 咱们大致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产生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上面一个盒子 然后底下一个盒子 上面这个盒子里面元素设置不动以后 咱们说 它们是不是脱离父子关系了 脱离父子关系以后 这个大盒子是不是就撑不开了呀 撑不开以后 这个底下的盒子是不是就顶上去了 顶上去以后的话 它是不是放在这个里面的小盒子底下了 重叠了 重叠了是吧 重叠了就变成这种情况了 那么这种情况大家看 咱们是不是又不分里外了 原来他外面那个不见了 然后呢 这不是又换了一个父亲 这是换了个负元素 是吧 换了一个负元素 这种情况下就是 里面的元素 是不是串通外面的元素呢 把自己的爸爸给打死了 是吧 这个情况就是相当于 这叫什么 勾结外人 是吧 这个时候的话 咱们是不是 给他爸爸撑撑腰啊 对吧 说 你能应该设这样一个环境 你拿个笼子把它关起来 它跟外面取不得联系了 是不是 怎么设置这个笼子 咱们就设一个over clue 能理解了吗 设一个over clue 设完over clue以后 它出不来了 它出不来是个不影响 外面也没办法进去了 是吧 就成了咱们这种 还是这种上下的 上下这种格式了 能理解吗 现在这下能理解了吗 不要看这个关键字 什么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呢 本来是不应该让大家知道的 只不过呢 可能大家 我就光说这个over clue能解决 大家可能心里就有疑问 说这个over clue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可能这个有探索精神的同学 还要上网自己去搜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说出来 有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 这概念只是说让大家明白 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并不是让大家 并不是让大家专门找握它的 能理解吗 咱们找握的是什么 over clue能解决浮动元素 引起的这个问题 就OK了 行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 不就是上面的上面盒子里面的元素 和外面的元 和外面这个元素取得联系了吗 是吧 取得联系了 所以呢 它进来了呀 底下的顶上去和上面的下来 不就一回事 这个时候咱们把它隔离了 不就出不来了吗 对不对呀 能理解吗 还是理解不了吗 不是这有什么理解不了的 没听懂没听懂 咱们从出来 咱们还是先设计设置一个div 然后呢 class等于bot 然后它里面呢 有div s1是吧 然后有s2s3 然后底下有一个大盒子 叫老王 然后咱们点box 咱们设置三百个像素的宽 咱们设置三百个像素的宽 三百有点小气 咱们设四百 然后 background 红色 然后点box下面的div 宽 宽一百个像素 高一百个像素 然后呢 高是什么 高是什么 宽 宽 你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也没有问题 s1咱们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粉色 然后s2 咱们换一个 对蓝色 对蓝色 有一个 然后点s3 咱们可以设一个黄色 然后咱们说底下这个老王 它是绿的 少了一个 这样的啊 这样的 然后咱们老王是不是没宽和高呀 宽咱们设个五百像素 五百有点多了 咱们三百五 高度设个 二百 老王在这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 咱们里面是不是还没有浮动呢 那么大家看 咱们给红色盒子设高度了吗 那它的高度是从哪来的 里面的元素撑开的吧 咱们说了 只要这个元素设置了浮动 它是不是就脱离 被标准留了 对 它就不占据空间了 红色盒子是不是就不会被撑开了 对 这个时候红色 你保持吗 红色盒子撑不开了 红色盒子不带了以后 红色盒子是不是要顶上去啊 咱们是不是就说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说给这个大盒子 是不是他儿子跟他脱离 故子关系了呀 因为设了浮动以后不占据空间 脱离标准留了 原来的情况 他是不是标准留 他也是标准留 现在他自己脱离标准留了 是不是就脱离他父亲对他的管理了 这个时候咱们说加上这个overflow 可以干什么呢 用父亲再把儿子约束起来 你想脱离没门 是不是 他脱离不了 这个时候老王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这是人家家吧 他自己不能进去了吧 因为人家他爸爸是不是 又把这儿子叫回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下能理解到意思了吗 有没有同学还理解不了的 父亲 就是让红色盒子里面的元素 和红色盒子外面的元素 完全就是没有联系 隔离啊 隔离不一隔离就是两方吗 隔离左边和右边 那不就得有左和右吗 那这个有没有数据 如果也觉得左 那这个隔离是有上去吗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让他儿子一起要走了 那也这么羞辱 那也这么羞辱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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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就不说 大家有没有问题了 没有 好那咱们这是第二种解决这个浮动引起的 是吧 这个问题啊 是第二种办法 overglue 但是这个overglue呢 其实咱们也不是很推荐 为什么呢 咱们有时候 你比如说 咱们后期要使用定位了 这个元素有时候 咱们就是需要它专门出来那么一点的 就需要它专门出那么一点点的 这个时候 你说这overglue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这是咱们说 这个也不太推荐 再一种呢 再一种咱们就是设置一个样式 叫做clear post clear post 浮动不是能带来影响吗 咱们把浮动带来的影响 给它清理掉不就完了吗 清理浮动呢 这个不是说给谁清 而是说 大家看啊 是不是咱们上面这个box 带来一些影响 影响到了底下的老王了 那么咱们能不能中间呢 手动给它隔离一下 中间再插入一个空元素 专门给它清理一下 就不要不用设overglue了 咱们手动 手动给它隔离一下 可以吧 咱们作为一个邻居呢 看不下去了 所以呢 给它手动清理一下 是吧 手动处理一下 咱们把overglue上了 这时候呢 咱们又回到这个原来的状况 是这个问题吧 这个时候呢 咱们可以让这个dear clear 这是咱们刚刚起的这个名字 是吧 然后说 好 咱们看看它怎么大展身手 解决这个问题 它呢 说咱们有个绝招叫做clear clear里头咱们有个boss 然后走 然后走 是不是清理掉了呀 虽然说 那个红色的是不是还不在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 说 人家俩脱离父子关系呢 是人家俩的事 跟他 跟这个绿色的没关系 让他不要来干扰 是不是这意思 怎么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然后红色的是不是还是 他们还是脱离父子关系的 因为红色的还不在 这是clear boss 这是个绝招 是吧 但是这种 这种绝招呢 它有一个局限 就是咱们必须得在这呢 得加一个空的div 得加一个空的div 这div什么事也没干 就是清理了一下 这个clear boss 清理这个浮动带来的影响 这个样式专门就是 清理浮动带来影响的 并且这个clear里面 咱们刚刚看到 是不是有很多值 有left 有right 是不是啊 但是为什么我就不给大家说 直接说咱们boss 因为这个clear left 它只是说带来左浮动 就是清除左浮动带来的影响 clear right 是带 清除右浮动带来的影响 但对于咱们来说 一棒子打死就行了 别管它是左还是右 能理解吗 所以咱们用的是clear boss boss是不是全部啊 清理全部 清理全部啊 怎么好人就做到底 是不是啊 所以就clear boss了 并且这地方大家看 咱们非得用个div吗 咱们用复伴行不行 咱们换成span标签了吧 跟这儿还是没关系的是吧 人家这个名字还叫clear clear这儿也生效的 是吧 能看懂吧 span标签名字叫clear 咱们还是用clear来清除 跟标签名没什么关系 是吧 只会咱们刷新呢 你发现span就不行 span就不行了 是不是 span太差劲了 那么对 咱们再换一下p标签行不行了 p标签也行是吧 那么从这儿咱们可以总结一点 咱们叫清除浮动 你要自己手动写这个标签 必须是快元素 是吧 咱们说这是清除浮动 带来影响的这个空标签 必须是一个快元素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这种方式呢 虽然说好像 这个好人就做到底了 对吧 好像还挺好的 但其实呢 咱们也不是特别推荐 也不是特别特别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说了 咱们是不是在背了一些一个标签了 是吧 非得写个标签 能不能把这标签省了 能不能省瑞这标签 少了还不行 是吧 少了还不行 少了不行怎么办 咱们说 还有一个绝招 咱们点box 大家看啊 这个DMV clear 它是不是在这个S3的后面 咱们能不能 点box 冒号after 咱们上午讲的 它必须有评判的 对吧 然后它是一个行元素 是吧 咱们说清理互动 必须是 快元素 是不是block一下 然后咱们接下来 就可以clear boss了 这时候咱们再看 能不能用啊 能用 并且它的效果还很完美 红色的出来了 比这个DMV 取名叫clear 专门清理互动 是不是它效果更好啊 把他们父子关系又劝好了 然后呢 也不让外人插手了 是不是啊 这种方式 是咱们推荐的使用方式 使用什么呢 伪元素 来清除浮动 使用伪元素 来清除浮动 使用伪元素来清除浮动 大家有没有疑问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的话咱们把清除浮动 总结一下 第一个咱们说是解决方式 比父元素加高度 但是这个咱们不推荐 能理解吗 但并不是说不能用 如果说你能确保 咱们这个元素高度就这么多 以后一定不会发生变化 你给它加高度行不行 行 是不是 假如说咱们就是做一个横向的 这个导航 并且导航永远固定是五个 永远不会超出这一行 咱们设高度能不能行 完全可以 不推荐是什么 不推荐是某些特殊情况下 一般是不推荐的 第二种方式 咱们在副元素后面设定 不 就它就它吧 在副元素后面设定一个空标签 来清除浮动 咱们说这种方式呢 好是好 但是呢 它会给咱们HTML 多加一个标签 言外之意就是会给咱们这个文本 加大一些 加大它的这个大小 对吧 那么浏览器在加载的时候 速度就要稍微慢一点了 所以这个咱们是 不是很推荐的 第三个 咱们给副元素设定一个overflow 也不一定是height 能力写吧 也不一定是height 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隔绝内外啊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方式咱们也不推荐 因为很多情况下 咱们是需要一些子元素 超出负元素的范围那么一点的 所以咱们也不推荐它 最后咱们推荐的是 使用这个伪元素 代替一个空标签 它不就是在咱们S3后面吗 咱们就使用伪元素after 在它后面加一个空的快元素 并且来轻一下浮动 这是咱们说的 清除浮动带来的影响 咱们说所说的四种方式 有没有问题 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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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阿弥陀佛